習近平他發了一個賀電給朱立倫 現在這個算不算是一個 好的兩岸關係的開始 輪到他該怎麼接招 雖然說我們在第一題有提到了 但是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的 紫澤哥我們說 之前江啟臣一樣 當任黨魁的時候 被說有差別待遇 因為去年就沒有接到 習主席的賀電 但是這一次朱立倫接到了 大家也在想說 我們可以從很多方面來做解讀 紫澤哥你怎麼來解讀 的確 當時江啟臣主席 就任的時候其實只有國台辦 他發了新聞稿祝賀 的確是沒有得到 習近平主席的賀電 這個當然也被 當時也被做文章 或是說拿出來討論 不過至少這一次 朱立倫主席上來之後 的確就恢復了過去慣例 就是說他新任主席 然後他派發電祝賀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互動的開始 至少就是說 因為朱立倫主席他在選舉的時候 他就特別強調 他就任主席之後 要恢復兩岸之間的交流 對話 互動等等 我覺得 可是不要忘記 這是什麼 這是黨對黨的互動模式 所以我覺得至少有一個好的開始 可是往後怎麼走 其實還有很多阻礙 或者說還有很多困難 要去突破 尤其我剛才特別講了 就是說在兩岸現在的氛圍之下 就是說2016 蔡英文總統大選之後 的確在兩岸關係的激動冰封 或說失去了信任的基礎 那你怎麼在 就是朱立倫主席 怎麼在這個這樣 比較惡劣的環境之下 那把這個兩岸 甚至是兩黨之間的這個互動 包含你九二共識 要怎麼走下去 而且你不僅要跟 九二共識 不僅要取得跟對岸的互動 事實上也要得到 我們這個中華民國 我們國民 人民的信任 那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這個問題 那的確 這也是新任主席 必須要提出來的 包含江澤民主席 過去他的做法 就是說我們要基於 中華民國憲法基礎下的 九二共識 與對岸互動 可是就是說未來路怎麼走 然後你也要跟對岸 某種程度 可以有一定的默契 甚至是接受 你才有辦法走下去 那這個是一個大工程 的確要去做 但是我要回頭要講 事實上這個賀電 綠營到目前為止 不斷的猛轟 這個猛攻 攻什麼 他意思是說 因為朱維倫主席他有回覆 有回覆他這個賀電 然後他們最重 最重視的就是右下角 那個110 2021年9月25號 現在民進黨正在抹紅什麼 就是說朱維倫主席 為什麼沒有把中華民國寫上去 只剩下110 我覺得這真的很無聊 當然我們知道這個現在 民進黨現在不管變成塔綠班 或1450等等 你去質疑或去攻擊這個 無聊 第一個先看看我們今年國慶 那個雙十 那個雙十今年被設計出來的 那個異象圖 大家還記得嗎 下面也沒有中華民國 沒有 下面是寫2021年 那請問我一直說民進黨 你這麼愛中華民國 你連自己執政 你自己當總統了 你連中華民國都不寫出來 那搞什麼 你這怎麼有臉或好意思批評國民黨說 你這個回復賀金 為什麼沒有中華民國 無聊 我說真的 當然這樣的狀況 是一種政治上的妥協 你要問我 我當然不會說這是100分 是啊 可是問題在兩岸的政治現實之下 你的確有這樣的考量 可是對我而言 只要有做到對等尊嚴 那我覺得 我就說我們也不用被矮化 那我們也不用矮化人家 只要能對等尊嚴的原則之下 這樣我可以接受 再者我再舉個例子 這個是 這個海基會發文 這是2018年海基會 發文給這個對岸的海協會 他上面寫什麼 他告訴你那個海協會 他說我們召開 第10屆董監事 第二次聯席會議 選任張曉月女士為董事長 並於當日就職特此涵告 重點在下面 請問中華民國在哪裡 只有3月27號 當年是什麼 當年應該是107年 連107都不見了 海協這不是你們民進黨執政嗎 你們是發寒告對岸嗎 你們不是很強 很勇 很敢 結果你中華民國也不見了 你自己執政這項 你都不好意思寫了 你現在有臉來質疑 所以這什麼 就是兩套標準 這不要再一吐槽 這直接我說真的是在做球給我們打 我說不用騙人 我們當然希望中華民國 存在於任何的文件上 是當然希望 可是政治現實下 有時候我們必須要妥協 但是我們沒有放棄自己 我們的尊嚴對等 包含不要忘記了 民進黨請問一下 你們每年參加APEC 你是用什麼名義去參加 是用什麼名義 是用台灣共和國嗎 我說APEC我們是用Chinese Taipei去 包含他第一 2016年剛上任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還可以加入 我們還可以去參與WHA的年會 當時林哲言部長到WHA年會上去 不要說中華民國 在這個政治現實下 他當然講不出中華民國 但是他甚至連台灣都講不出口 都自稱自己是中華台北 比如我們過去國民黨執政 馬政府那八年參與WHA的時候 好歹我們還敢把台灣給講出來 那我意思是說 民進黨用這種雙重標準 然後所以一上來就扣紅帽 所以剛剛黃沛全講是對的 一上來就馬上要戰鬥了 就是說這個不得嫌 那這一種手法 不會是最後一次 接下來還會有 不過我同意 剛才大家的論點就是說 國民黨的確也不需要悠殘未激 該戰就戰 其實我本來是要在臉書 把這個放上去 再來上節目了 可是來不及 來不及是不是 那我就直接在節目上 那你不然就把我們節目的連結 發你的臉書 對 當然 對 這是海協會的公文 這是公文你們發的 民進黨這種發的 你們中華民國有保衛住嗎 那我就說當然 你要問我 我說這絕對不是100分 最完美的狀態 可是政治現實上 就是兩岸就是如此 不然這些民進黨過去 不管是立委 還是什麼高官 他們過去去大陸的時候 他們是拿什麼證 拿台胞證嗎 不是 你還是拿護照去 這種道理 難道還需要辯論嗎 所以說這就是兩岸現實上 你必須要有些妥協 求同存益 或求同尊益 就在這裡 那如果你要喊打喊殺 賣很好 如果殺得出去 台灣共和國走得出去 我們支持你 可是問題就是說 這條路走不通 甚至會帶來兩岸和平的 一個很大的變數 造成兩岸的緊張衝突 那就是這樣 所以說民進黨 我覺得要拿韓文 電文來這邊做攻擊 抹紅 見風插針等等 我說真的 大可不必 大可不必 看看你們執政之下的 海基會 陸委會 怎麼跟對岸發公文 就知道了 但是他們有1450護航 尤其是其實我們說 每次講到這個兩岸問題 其實大家最不想看到 就是現在這樣的 蔡英文處理的狀況 叫做什麼 冷冰冰 因為這樣會衍生到很多 包含了貿易上 合作上 大家會覺得 怎麼做都卡卡 尤其是今天 大家說這個會算不算是 橄欖枝呢 也有人這樣來解讀 就是陸方表達對國共 往來恢復的善意 但是也有學者認為 這個其實兩岸的問題 是國民黨最喜歡 來討論的一個問題 但有時候會不會變成一個包袱 洪威姐妳怎麼看 會不會變成未來包袱 很多人說國民黨的理念 丟棄了既有核心價值 這些批判也在這次的選舉當中 再次的被大家看到 最後三分鐘 其實朱立倫當選第一時間 就把2015年當時的 朱席會那個照片拿出來了 你看跟習大大牽手了 然後又以今天的賀電 說為什麼張啟臣沒有賀電 然後朱立倫妳就有賀電 所以是不是代表妳比較輕忠 可是張啟臣當時沒有賀電 你看共產黨也不鳥你們 你們公民黨沒什麼用等等之類的 我老實講我對這樣的一個操作 我只有一個這個送 一句話送給他們 老狗玩不出心把心 就是老梗嘛老梗 那待會馬上那個家園 他們要討論 這是孟晚舟獲釋的事情 這當然是 中美之間一個非常重要的訊號 接下來我們就要觀察 就是到時候 拜登希望見習大大 到底能不能見得到 你看中美對抗成這樣子 美國商務部長已經宣布 他們要到中國去 而且帶企業家 他說因為不管如何對抗 還是中國有很多的生意 他們不能放棄 所以我常常在講 台灣一定要有一個 可以處理兩岸關係的政黨 這個政黨就是國民黨 國民黨不要因此悠產危機 你連兩岸關係都沒有辦法處理 你執政什麼 所以你現在民進黨 才處處的去看人家臉色 你知道我們今年的國防預算 已經超出變成這個歷年最多 然後蔡英文六年來 她的負債已經達到兩兆之多 我們買那麼多武器 跟美國買那麼多軍火 付那麼多的保護費 請問一下用蔡英文的錢嗎 不是 明指明高 如果我們可以處理好兩岸關係 我們需要這樣一直在買武器嗎 你要需要因為國防支出的 一個快速的增加再留子孫嗎 所以我覺得非常重要就是 國民黨本來就應該 處理好兩岸關係 遇到一些兩岸論述不要碰到 然後就迴避 你迴避 鄭重下懷 民進黨就是要看到你迴避 所以他會繼續的進攻你 繼續的抹紅你 繼續給你紅帽子 我覺得從這個時候 國民黨真的必須要做一些改變 把論述講得清清楚楚 正面贏在這才是戰鬥欄必勝欄 但是很高峰我們 會不會有些改變 出現職能力的下方